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他没电视 他的从早到晚的生活很简单 非常的简单 所以他自我充实的深度很深 他也没那么复杂 人际关系也不复杂 也没电话 也没电脑 所以他要用功在一个地方 他就很用心 不会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干扰 我们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这个社会就比较多元化 今天有一位法师 他是研究 也就是他刚刚硕士毕业 来我那里 跟我 他把他的硕士论文 第一个印出来 第一个就先给我 我也很感恩 他也是研究天台的 也是天台的 我发现 不少年轻的法师 很浅修 很用功 相信在未来的佛教 他们都会发挥 他们弘法立身的 那种法源 相信都会贡献 贡献很多他们的所得 其实我们法华经要讲 其实也算讲完了 因为大概精神都差不多了 精神都差不多 讲到那个方便品的时候 我们这个第二品方便品 就已经把重要的精神 都完全讲好了 都已经差不多了 后面都是在发挥而已 在沿着这个主干 出来的支干 沿着这个主干 然后一些相关的 佛陀过去生 以及菩萨们的过去生的故事 这叫本机故事 那他们的内涵 以及各种批育 在往后的品 都是在 等于是衬托这个主干 我们讲的这一佛圣这个主干 我们讲的这一佛圣这个主干 都是在衬托 所以其实法华经的精神 已经差不多完备了 蓝酸律其实讲的是比 讲大圣没有法联合金简单 比较容易 因为它是比较规格化的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它没有 没有那个 那法华经的 它是很磅礴的 很磅礴的 它是非常宽阔的 非常看过的 那个得要有很深 很宽阔的 各种 在修行上 之间上 都要很深入 所以法华经 它是比较不一样 但是 我还是很劝各位 南三律在家背来 要把它深入去了解 深入去了解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宝 我们 中国的宝 持戒上 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的宝 道宣律主写下来的 这南三律三大部 然后洪一大师呢 又把它截录 把它截录 那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宝 所以这个 如果你们有心的话 可以深入去看 南三律 在家背来 那是在家戒 戒律上 讲得最完备的 也最透彻 也不会有问题 比较中道 比较中道 不会偏左 也不会偏右 它所讲的东西 比较中道 所以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共鸣 一起共鸣 不要客气 有什么修行上的 或是各方面问题都可以提 没关系 我微博的一些经验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就是一般讲真上身 如果要真上身的话 还是 就是要选择真上身 就是一倍一倍 一试一试增长 叫真上身 或是选择 直接就 离开三界轮回 到极二世纪 这是看 这看个人选择 但是我会劝你 直接去极二世纪 我会非常劝这样 因为 真上身 末法时代 最好不要真上身 我们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我们没有能力真上身 真的没有这个能力 风险太大 我们的一点点习气 你还如果留有一点习气 不是留有一点的烦恼 还没开悟 你还没有不退转 真上身是很危险的 很危险的 非常危险 除非你证出国 七反人天再来 七反人天 你绝对最长 七反人天给证阿罗汉 那最快你今生 可以就直接证阿罗汉了 或是来生就再证阿罗汉 这最快的 但是最慢是七次 七反人天证阿罗汉 除非是这样 有办法 证少分空性 已经不退转了 已经不会再退了 这样子 真上身就稳当 意思是 我们不会淹死了 在这个生死大海 绝对不可能淹死的时候 那你来游戏人间可以了 随缘度化众生 或是再好好的修可以 可是我们还没这个能力的时候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我们去极乐世界 你去极乐世界 你遇到的善知识 是绝对没问题的善知识 然后你又是离开生死轮回 你就直接一直修到 你已经花开见佛 勿无声 勿无声法人 你就比较有人 你就很稳当 就很稳当 那你那时候在 发愿来说博世界 再来度众生 你还可以 你还可以 这个我是期望这样 其实这几二世界 不会说跑太远 如果你今生在 受佛世界 好 不会说修很久 不会 不会说什么修很久 因为你 中品终生 就是你受八观灾戒 持得好的话 八观灾戒 然后你平常又没有 就修福修会 那你今生有持过一次 八观灾戒 你就可以中品终生 那懂我意思吗 就可以中品终生 那个是很快的 夏瓶就 当然在莲花里 待的时间是比较久了 这个在 无量寿经 跟过半无量寿经 都有写到 都有写到 所以这个是 我还是劝大家 能够到极乐世界 不要争上身 不要争上身 当然这个讲法 跟很多人会有冲突 跟有一些 广论般的会有冲突 可是你们知不知道 广论 它是密教之基础 金刚圣之基础 它意思 它这个意思不是说 教人家都要争上身 意思不是这样 如果依我对 我早期 我在佛学研究所 我是修西藏佛教主 如果依我的 我对藏传的了解 藏传是很求生净土的 是很求生净土的 所以广论是 它显教之基础 显教之基础 如果你进入金刚圣的话 它是求生菩萨的净土 或是佛的净土 那就不一样了 那就不同了 那个也要到 他们又再发愿再来 那又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风光 那又是不同 所以这个是 跟大家分享 阿弥陀佛 这一点 我还是得多查一些资料 我倒是没去留意到 但是如果依我的 我有限的概念 他应该不是说到完全成佛 补触菩萨的时候 你才可以回来 应该不是这样 应该不是这样 不用到 就不退转 对 就不退转 不是 是在那里 他的不退转 是在那里不退转 你说 如果说要等到花开 见佛 勿无声 所以是需要等到的时候 还是说你去那边 这一时都可以 应该不是随时 应该再久一点 应该再修到 应该再修久一点 修到稳当 当然是越久 是修得越高 回来是 你度阿众生 能力是越强 是这样的 这是可以肯定的 如果你要早点回来 应该是跟善知识商量 就像我们 要跟师父报告 师父要不要让你回来 你能力够不够 他也会给你开导 因为佛陀是很尊重 每个众生 他不会给你绑住 他会很尊重 可是他会 在知见上会告诉你 会告诉你 这是我这么想 应该在极乐世界也是 你是不退转 但是你修得越高 你回来的能力就越强 能够帮助众生的宽广度 就越宽广 如果业障比较重的人去 我想要再待久一点 比较好 这个我是这么想的 不然他还没有 你只是去那里不退 在那个地方不退转 不会往后退 可是你来说过世界 你还没正 还没正空性 你一来就 可能就倒了 我就不一定 怎么样才能持戒亲近 就是看你的誓言 发的誓言 立的誓言 我要在佛前立这个 比如说守五戒 持五戒 我立的这个誓言 立的要很慎重 很慎重 那你的戒体就比较圆满 戒体就稳 得的戒体就稳 这是立誓言 比如说我立誓 我今生今世 尽行受 我们受五戒不是说 地子某某归于佛 愿尽行受为五戒 优婆赛 如来至尊等正觉 是尊 像这个 你受五戒的条纹 这个条纹 你立的誓言的时候 受三归役的时候 那个应重型很重要 是这个 这个是最大关键 然后后来 你要常常的自我要思维 常常思维这个戒 思维这个戒 常常反复的思维 我持了五戒 我持了戒 不杀身 不偷盗 你要常常去 这是在境界上磨练 比如说境界上磨练 说我可能 糟糕 我刚刚差点打妄语了 或是刚刚差点怎么样了 你的警觉心要很强 那个绝躁 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小违犯 就赶快当下要折心颤 自己折 折备自己 说我不能这样 我一定得要 因为我们习气很重 难免讲话会闪失掉 那有点闪失到 有点不扎实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把它拉回来 自己要赶快拉好 这样久而久之就会清静 你就会发现自己很稳 那时候就真的是有清静 看着吃饭 所以你看着吃饭 要全然了解 南山绿在家备兰 南山绿在家备兰最圆满了 它有吃饭篇 但是我是还没讲到那 你现在讲的是中体篇 还没讲到吃饭篇 吃饭篇很圆满 它讲得几乎很细 非常细 你要看那个讲得很细的 你这样比较好 我会劝大家 一定这本很重要 太重要 其实我是蛮有心 我前阵子跟人家在讨论到白话 把它写成白话的问题 因为它是很文言的 所以正在讨论研究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我得要有时间 静下来 各种资料要把它找得很完备 你才能够把它白话写得很好 所以这是未来 未来看看 如果大家因缘都成熟的话 南山绿在家备兰 现在目前有留下录音带的法师 也有三四位 也有留下一些录音带 但是我所听到的录音带 完全一字不叉的解释过的 好像比较没有 它们都是跳得讲 比较多 跳得讲 跳过去讲 没有说完全一个字一个字解释下来 比较不多 因为它太长 南山绿在家备兰 很旁 算不少 它虽然薄薄的 可是字很小 所以它很长 要讲完 大概要两百卷录音带要有 可能要两百卷 就是一字不叉的讲完 大概要这么多 所以现有录音带 大概是跳得讲得比较多 要不然就是讲原则性的比较多 但是这个对大家 大概基本上就受用 如果有心要把它研究到很细腻的 那是最好 因为你常常熏悉这个善种子 我们内心种的这个善种子 对我们帮助会非常大 这善种子 内心里面种的这个善种子 不断地种这个善种子 所以你要借底要亲 我们直接要亲近 就是要不断地反复思维 思维我们的这个内心 思维我们的起心动念 绝躁好 然后是不是如理如法 应对进退 也要去研究 你这样直接就 自然就亲近 如果起心动念是择心忏 如果是真的违犯到身口 连那个身跟口都违犯了 那就要有一个 佛前要慎重忏悔了 要慎重忏悔了 这个在吃饭篇里面都有写到忏悔 还有个忏悔篇也有写到 很多忏悔 不过它里面很多概念 是针对我们比丘的 因为南山律主要是 道宣律主席讲的时候 是针对比丘的 比丘跟比丘尼 就是出家五众弟子 是针对出家五众弟子 在谈的 那么宏悔律师 他是把在家人可以看的部分 揭露出来 所以这个吃饭篇跟忏悔篇 有很多也是在家人他可以看的 目前来讲都还算都完备了 可是他 宏悔律师有个遗憾 因为他现在只是略篇 事实上还可以截录更多 不是只有略篇而已 还可以截录的更多 但是他可能晚年时间不多 所以他能够截录的有限 所以目前是略篇 但略篇也很够 我光是看这个略篇就觉得 已经很圆满了 很够了 很细腻了 所以你把它吃饭篇忏悔篇看完 那就差不多了 应该可以简估 我们的修行跟慈善 就是你修福修会 就是你不要影响到你的主 如果要兼顾慈善 只有一个法门最能兼顾 就是练佛法门 这个法门最能兼顾 只要看法门 这个法门 练佛法门就满能兼顾 就是做义工 好 做义工 这个是比较稳当 比较稳当 就是我们当生要脱离 生死轮回 练佛法门是比较稳当 那就是我们在做义工的时候 心里也可以常常练佛 像上次我讲的东瓜和尚 东瓜和尚就是因为他太忙 就不知道怎么修 所以别人告诉他你就练佛好了 结果他 因为他是寺庙采买 他就当采买 他每天都要跑街上 所以他就这样子 就是每天跑街上上山下山 然后采买这些物品的时候 他都念佛 一直念佛 到最后就欲知识自走 东瓜和尚 所以这个是比较可以坚固的 就是念佛法门最能坚固 可是禅 禅中的话 就不用说做义工 你专修都不认识 都危险 那个十人九错路 这个游民兽禅师写的这个是有他的道理 印光大师对于这个 我们末法时代众生以念佛为最契机 这个在印光大师文超写的最透彻 最透彻 尤其他对禅中这件事情 他比较很用心的去看 他觉得禅中 禅中应该是做念佛法门的辅助是很好 辅助是很好 但是不要当成主 当成主是我们现在的人的根器 还比较不适合 那个字要很立根的 非常非常立根的 那这样参起禅来就比较稳当了 可是这种人很少 因为末法时代一一人修行 喊人得道 唯有依念佛法门才能成就 这是经典里面记载 经典里面有记载这样 经历 经历而为 还是积极地帮一下 但是要有随缘的心 随缘心不是一切不积极下随缘 是在积极地下水 就是我们还是要尽力 要有一点 当然也要有一点智慧 我们要方便散巧的一些智慧 引导一下 因为 比如说我们想说 要什么方式才能让他学佛 要有这个心 这时候我们就会想 要什么方式 就想想想 尝试看看各种方法 让他学佛 至少要有这个心 积极一点 引导看看 如果实在不行 那当然也只有放下了 也只有放下了 这个佛陀 他也是很积极 但是 当然佛陀 他是圆满的智慧 所以他都会在刚刚好的时候 度这个众生 十阶因缘到的时候 就度他 你主要是 问题在这里 那个 以进度法门为主轴 那其他的可以 可以摄取一些 其他的法门的一些 是可以去兼辅助 辅助 其实这个禅宗 禅宗应该是 所有法门的核心 他了解 他应该是 所有的法门的最核心 最核心 核心 就像心境一样 那等于是 他是一个 他应该不是 独立一个法门才对 就好像律宗 律宗应该是 所有法门的基础 律宗 戒律 他应该是基础 那禅 他应该是 很多 他应该是 所有法门的 应该是一个核心 那但是 但是 众生 众生 烦恼习气很重 你要 在现在这个时代 你依着 念佛法门 有个有 有个东西 有个有 引导着你 有一个方向 走会比较好 有个 有所依 依托 像我们练 南无阿弥陀佛 然后我就 心里有个依托 我要去极乐世界 那这个 阿弥陀佛 他依他的愿力 我们信愿行 三支梁 都具备 那我们就到 极乐世界 这个 这个在这个时代里面 有个依托 其实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 太过 在空性上 一直去 钻研 到最 因为我们毕竟 你要到 一下子修到 正空性 那是很不容易的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 正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还会误解自己 正空性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禅宗 可以多涉略 但是 可以作为辅助 辅助 辅助的概念 再作为辅助 然后以念佛为主 会比较妥当 波勒 在我的概念里 禅 它这个 它这应该就是 跟波勒 它应该是 可以某种程度的相等 可以某种程度的相等 但是不能打等 某种程度的相等 这个波勒 它范围比较广 禅的范围比较 它比较指的是 指的是正到 我们的 本有自有的 那个 佛性 但是波勒 他讲到很多的赤地 讲到很多的界定会 各方面都讲 所以波勒 应该是一个 从我们刚开始修到最后 波勒 波勒蜜 它都是引导着我们 所以波勒 是从我们 从刚开始修到最后 它都得要具备的 只是好像小学生 到中学生 大学生 他都要一直在学 意思是这样 就是要有智慧去 就是要有智慧 走我们眼前的路 就是波勒 波勒蜜 但是禅 是到那种 它是比较 比较立根气的 那种比较深的 证悟的 那个就不一样 你说 奥密度 我看到的资料 有谈到这一部分 就是 讲到即生成佛 这个成佛 应该是原教出著的佛 它不是 原教出 就是应该是 原教出著的佛 它可以视线佛 摆佛世界 视线八项成道 它这个佛 还不是 已经是像 释迦牟尼佛 已经完全等觉 妙觉 到完全成佛 这样 自立念佛 我所知道的念佛 就是全他力了 讲的应该就是他力了 应该没有所谓的 你讲的自立念佛 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叫自立念佛 所谓的自立念佛 他就是 他讲的 谈到自立是这个层面 等于是有 有辅助的其他经典 或是佛号 其他的菩萨名号 可能在 你可能再多深入看看 在我印象中 应该不是这样 好像 我没有 没有这种 我看到散导大师的资料 好像比较不是这样 不知道 他应该不是这样谈的 不过散导大师 他谈的这个 他很强调权他力 他对权他力很重视 那个法兰大师 就是 跟清兰圣人 就是日本的 他们都以散导大师为主 他们是权他力 他们是权他力 就是日本的净土正宗 他们是完全的 他是以这种概念在修 但是这种概念在修 有时候 早期他们的是 应该还有点古朴 还比较有依着一些 正确的一些 一些比较 就是真的净土反门的 一些概念在修 可是到后来 他们对于持戒这件事情 有点比较没那么 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这样子就不太妥当 一定要把持戒这件事情 要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 你这样子的话 再练起佛来比较好 这个是比较好 这个我们讲权他力 按照道理讲 当然下品下身 我们做很多恶事 下品下身 一样还是可以去极乐世界 道理上是这么讲 但是那个是 那个是针对 我们一般能不能依的这个道理 我们就不要持戒了 我们更要 我们是能够精神 能够赶快修多少就算多少 能够往前走多少就要走多少 不要说 我就好像就给他放着 都没有特别去持戒 也没有特别去深入经账 然后就依着阿弥陀佛 我就去了 不能这样想 不能这样想 你要更深入的去用心 用心在直接戒定会上 直接念佛 这样用心 这样我们去极乐世界 比较稳 去得比较稳当 这样子的修比较稳当 比较安全 你刚刚讲的自立 如果念佛法门 他比较重 他的主轴的概念 应该是以他力为主 那么他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说 善导大师应该不太可能说 有念其他的佛号 然后来作为 好像不是完全仰仗阿弥陀佛 你刚刚意思是不是这样 我的概念都是全他力 在我的概念里都是这样 其实我们所谓的自立 还是他力 我们所谓的自立 依念佛法门来讲 我们所谓的自立 都还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力 让我们慢慢增长 杂行的话 就是我们在回向上 要回向去极乐世界 这个功德 没有供其他的菩萨 没有供地藏菩萨 供地藏菩萨 我们也说院子 持诵地藏经 或供养地藏菩萨的功德 能够回向去 西方极乐世界 无有障碍 就是等于是 倒归极乐世界 你所有的功德 都要回向倒归极乐世界 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没有杂形 等于都是辅助 都是辅助 持明是主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这个三老大师 真的很有他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 就是持明为主 因为这是统合大众的根气 持明是最妥当的 那么其他的 所有的相关的 相关的修行 礼拜 称颂 课颂 这些 都是好 都要辅助 但是都回向上 回向上 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无有障碍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千万不要忘记回复 千万不要轻视自己 我举个例子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人世间 如果你 如果说 比如说某某人 他是一个很有信用的人 我们约在明天早上几点钟碰面 他就已经讲 他说 就已经跟他约好了 你平常跟他相处 就知道他很准时 很准时 很有信用 他讲的就一定到 那你是不是就很放心 明天他就一定会来 或是说你的客户 或是说你的 客户说 他在某个时间 一定会付钱 这就是一个安全的客户 那你就对他 就很有信心 就对他很有信心 你就不会有 不会有说怀疑 就很有安全感 我们一般人都可以这样 何况阿弥陀佛 一般人的安全感 都可以建立起这样一个安全感 那何况阿弥陀佛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自己 再差的人 佛陀他都会建议我们 再差的人 佛陀都会建议我们 这个也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自己生的小孩 我们自己生的小孩 如果稍微比较差的 我们是不是还是给他照顾 他再怎么差 都还是自己的小孩 还是自己小孩 我说只有慈悲心的父母亲 很有慈悲心的父母亲 自己生的小孩 再差都再怎么样 都要慢慢地教他 即使他是残障 除非是他 不听你的话 对不对 除非是他不听你的话 或是除非他做坏了 行恶 就是做恶业 造恶业 要不然一般的状况 他再怎么差 只要他肯回头 我们任何一个父母亲 只要小孩肯回头 都愿意接纳 那何况阿弥陀佛 何况阿弥陀佛 何况无上的 何况圆满的 慈悲跟智慧的阿弥陀佛 了解我意思 所以我们不要怕说 我自己好像做得不够好 我自己比较差 很差劲 佛陀会不会来接我 不要怀疑这样 千万不要怀疑这样 佛陀都很希望我们回头 很希望我们回头 只要回头再怎么样子 他都愿意接引 连那个鸡鸭都接引了 何况我们不是很多故事吗 上次有一个 我看到有一篇故事 有一只鹅 就是放生鹅 放到大陆古代 大陆北方有一个寺庙 有一只鹅被放生到那个寺庙 他那只鹅 两只鹅 那两只鹅就每天就跑到 大殿前面去听经 上早殿 每天都这样 那有一天呢 有一只鹅就站着走了 那他那只鹅就 另外那只鹅就不吃不喝 就不吃不喝 那那个主持就出来跟他开始 说你要吃 他说如果你不吃不喝 那你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好好念佛 就隔天的鹅也站在大殿前面 也站着走了 就在那里也走了 也往那里走了 所以这个佛陀的加持力 那是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的加持力不可思议 我们不要轻视自己 我们的佛性跟佛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不要轻视任何 除了不要轻视自己 也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人 我们自己的佛性 跟佛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只是我们因为迷惘的关系 迷惘关系 我们总是很 那个 那个回头是岸 我们一般人都很希望 别人回头是岸 何况阿弥陀佛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要有这个信心 只怕临终的时候 只怕我们现在很多挂爱 只怕这样 这个很重要 很多人他 只怕现在还挂念着孙子 挂念着小孩 挂念着很多东西 才圣明十岁 或是人世间很多东西 我们心里会挂爱的 那个才麻烦 那个才麻烦 禅宗历史上有一个 叫邓颖峰 邓颖峰 大家知道吗 这个故事邓颖峰 它有一个波 颖峰禅师 他有一个波 是寓座的 寓座的 有一天 他的寿命到 他寿命到 那那个 那个鬼 要来抓他 鬼要来抓他 就是 就是那个 阎罗王 知道他寿命到的 就派那个两个鬼差 就要来 来带他走了 那那个 这个 这个隐峰禅师 他已经录定 结果 其中有个鬼才知道 这个隐峰禅师 什么都不贪 只贪他那个 玉的波 只贪那个 玉的波 像那个鬼差就讲说 要抓他很简单 就把那个 玉的波拿起来 要摔 要把它摔到地上 你只要把它摔到地上 他一定出定 你一定抓得到他 就真的把那个 玉波拿来摔在地上 他就出定 他就出定 结果那个鬼差就 他那个锁链 就锁住他了 因为他入定 就锁不住他 他出定就锁得住他 就把他锁住了 就抓住他了 那后来 好像那个鬼差 没有把那个波 完全摔在地上 他只是要做 要摔他的动作 所以那个波没有破 那个波没有破 那后来 邓宇宝就跟鬼差讲 说那你让我理佛好了 你让我理理佛 不要把我绑住 你让我理理佛 解开一下 让我拜拜佛 跟佛告假 我再跟你走 结果那个鬼差 也听他的话 就把他的身上绑的那个绳子 把他解开 那他就 他就把那个自己的那个玉波 就拿起来 往地上摔 他自己摔破 他知道 他因为贪那个波的关系 就被鬼才抓住了 所以他就把那个波 拿起来就往地上 自己摔 摔破自己最心爱的那个波 把他摔破了 然后他就讲说 讲了一个寄语 讲了一个寄语 那个寄语也是蛮有意思 那后来他就理佛 他就拜 这样一拜 拜下去他就入定了 鬼差就抓不住了 鬼差就抓不住了 所以你只要有贪一样东西 贪一样东西 你就在这个 你就是在这个轮回里 你就是这样子 你就是一直 有一个东西会给人家抓住 你自己也跑不出轮回 我们只怕贪这个东西 只怕贪一样东西 所以临终的时候 阿弥陀佛来接我们 我们得要注意 我们会贪什么 要赶快绝照好 不要你贪那个东西 在你临终的时候 现前 那个就惨了 你就 为了挂爱那个东西 就不去阿弥陀佛那里 阿弥陀佛带不了你去 这个才是要担心的 要担心的是担心这个 我们有什么挂爱 赶快要绝照好 赶快思维我们这个挂爱 要思维好 你这样子 你才能够 看我们是挂爱什么财产呢 还挂爱什么呢 挂爱小孩有没有怎么样呢 这个都要放下的 我们年纪都一大把了 小孩也没有办法 抑制我们怎么样 他都长大了 他都长大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思维自己 心里面的挂 那个执着 平常的时候 又就要慢慢地 给自己慢慢思考 无常苦空无我 让身心慢慢地放下放下放下 然后求生极乐世界 这个心常常提起 久而久之自然 你就知道了很稳当 你可以去的 像冬瓜和尚 阿弥陀佛来接他 他都忘掉了 时间都忘掉了 上次不是讲那个故事吗 时间就忘掉了 他跟他的道友讲说 我某某时间要去极乐世界 你要来送我 结果那个道友 那天到了 时间到了 那天来送他的时候 东方和尚还在忙 常驻事情 然后道友还提醒他 你不是今天要去极乐世界吗 他一想 对 今天要去 然后他就梳洗一下 那就往生了 和尚就走了 你看他这么自在 这就是他平常心就无挂碍 说走就可走 以前禅宗的政悟者 他最后的那个自在 他想走就走 想如何往生就如何往生 那个心里要到最后都无怪 无怪 所以这个是我们 其实我们要担心的是这个 我们要去绝照的是这个 这个才重要 佛学那边 善法欲不一样 善法的欲 欲望 我们要求善法的欲望 这个就不一样 因为这是你解脱生死 唯一最重要的 你不要这个放掉 因为你要 要波罗波罗蜜 六度波罗蜜 我们还没到彼岸的时候 你得靠这艘船 你得靠这艘船 你才能够到彼岸 到了彼岸 你这个船就可以放下 这是法上因舍 何况非法 那个是到后面 到法上因舍 舍这个法 就是连法都舍 那个是到最后 到彼岸的时候 就是那个才 那个才 整个证悟的 那个刹那 那个才有真的放下 那个就不一样 那个是已经到最后 可是那个放下 又不是完 那个也不是放下 那是 等于是融合在身心 我们身心就是个法 证悟的人 他整个人就是个法 整个人就是法的内涵 整个就是空性的内涵 所以你千万一开始 不要说 我这个要 什么都不要执着 所以我也不要听经 我也不要什么 这个听经要执着 礼佛 拜佛 这些课颂都要执着 这一定要执着 行事 做一 有 还是有效果 你还是种善种子 虽然只是心没那么沉的时候 你的种子种不生 可是久而总是 总比没种好 总比没种好 那么行事一久了 就会变真的了 就会变真的了 所以一定要先从 看开始没那么 那么应重心 到最后你久而久之 应重心就出来 就出来 这个句话意思 这句话意思 不是说你不要喊破喉咙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们不要忘掉了 要深入经上 忘掉这个道理 忘掉这个诚心 意思是强调这样 但是在还没有 不可能一下很诚心 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当然很多祖师 会提醒我们说 你要诚 或是说要思维 极乐世界的庄严 然后要有信心 然后要很多的开示 这些开示其实很重要 只是有些人 就是一直念佛 一直念佛 一直念佛 然后烦恼很重 想孙子 想很多事情 这样子就是喊破喉咙也往南 但是总比没练好 还是比没练好 他总是念佛还是有在播 总比没有练好 这个我刚开始在拜 法华经的时候 我之前先拜万佛 万佛 慢慢拜 慢慢拜 然后那时候因为身体很差 那拜也是 也拜不出 一开始绝对不可能说 怎么样子的那种 很圆满在拜 但是你慢慢拜 你那个身心会慢慢进入到 越来越沉 沉心 会越来越沉心 后来我再换法华经 然后也越来越不一样 感受越来越不一样的时候 有一天我自己发现 这个沉心真的 比以前还要更不一样 更沉心 那种心 会比刚开始拜的时候 那种沉心觉得说 真的慢慢有在发出来 慢慢有在发出来 可是这个得要 得要 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这仪式 然后按着 按着观 也要有做一点 简单的一点观想 观想 诸佛菩萨 还有法华经 在我们前面空中 慢慢地拜 但是观想 也不要 从头到尾 都一直保持着观想 不用到这样 就是有时候要观想一下 有时候观想一下 不要一直想着 一直想着 你那个血气 会冲到头顶 会太 那个火气会上升 所以观想 不要一直保持着 太紧绷 有时候观想一下 有时候观想一下 然后这样慢慢拜 慢慢拜 我们还是 这个仪式还是一直在做 但是就是要求自己 就是站在佛菩萨前面 就是慢慢拜佛 慢慢拜佛 然后 我们的身心 也会慢慢转 慢慢转 那个沉心 就会慢慢地 越来越出来 会越来越出来 当然你刚开始 也要基本一点点愿力 要有一个愿力 也要有某种程度的诚 这样去做 刚开始至少 也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心 所以能够站在佛前 拜佛就不错了 他一定有某种程度的诚恳 所以我们不要太过去 在意 来共修的人 有些人他心态不正确 有些人他 如何如何 他能够走进来就不错了 能够走进来 重点善根 福德因缘就不错了 就不错了 我们也要替他感到高兴 大家要多加油 回去多用功 你刚刚问那个问题很好 仪式要有 仪式会让我们的心会转 会让我们心转 所以 所以那个四名尊者大师 一生光是拜颤就拜无数 拜颤 大悲颤就是他自己写下来的 他写的仪轨 世民尊者法治大师 那个 大悲颤的仪轨就是他写的 所以天台他讲 极中极甲极空 空甲中三观 他就在凸显 我们空不要舍去庙游 不要舍去庙游 空是建立在庙游下 在有的当下是空 那这有就是庙游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 不要舍去任何一个仪式 所以在丛林道场的运作 我们早上起来 你还就是敲钟打鼓 然后开始整个运作的任何一个形式都具备 在这个形式下 人就慢慢心就越来越转动 越来越转动 那个道气就慢慢越来越出来 如果在卢法的丛林道场的话 只要你有点心想要修行 进去之后 有那份诚心虚心想学习的话 又吃苦耐劳的话 在那个仪式下的运作 在那些规矩下的运作 规矩下的那种熏陶 整个人会转变 会转变 光是早上那个终身 那个一听下来就 心里就 我要求生极乐世界 那个心就觉得红尘不重要 我第一次去陈天才是潮山 那时候在家人 在学校佛学社团的时候 我们的社长带我们去 潮到上面正好他们找课 半夜潮 潮上去正好找课 就听到那种声 我一听我就坐在那里 我一定要出家 那时候心里就有这种心 就有那种香 那种心 所以他这些 这些古主师写下来 很多一些丛林的这些 这个形式 这些规矩运作很重要 让我们转帆成神 他是可以这样的 有一条路走 就好像帮我们开出一条路 让我们这条 就是有个仪轨 可以有所依 有所依托 我们的修行就有所依托 有所依托 那真正的大修行人 他一定要在 很多的种种规矩下 他才能够成就出大修行人 为什么呢 因为种种规矩下 我们心里的执着就可以放下 很多人他会觉得说 师父 丛林太限制我了 那我怕都不自由 那我也怕这个苦 怕不自由 或是怕如何如何 这个我还是喜欢自由一点 这样修 如果是这样想 我肯定你 你还是原地踏步 可能还往下走 因为如果说我们要 喜欢这样 我要自由一点 我要自由一点 那绝对学不起来 这就是温室的花朵 他一旦在人群一多 很多规矩一起来的时候 他就受不了 他就受不了 他就没有办法去 他没有办法放下这个我 放下这个执着 放下他的习惯 丛林道场的运作 很多人他得放下自己的习惯 比如说你 我喜欢 我喜欢晚睡 他就得要 在丛林就得早起 我喜欢吃多一点 丛林就是过中午就不吃了 我喜欢 什么时间 我就自己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可是 丛林道场是要随重 谁大众 大众做什么 就做什么 那是不是自己的执着放下来 他会一直训练 我们自己执着放下来 然后以团体为重 以众生 以寺庙为重 以公家的事情为重 慢慢地训练出这样 这样子才有办法成就你 才有办法成就你 但是现在很多人他都喜欢自己一个人修 自己一个人修 是有限 不是说不行 但是有限 求生极乐世界是可以 但是你要到 要修到很高 要修到很高 那是很有限 真的很有限 要修到很深入的话 一定要很多在人群里 在规矩下 在规矩下的自在才是真自在 在规矩下的自在 那才是真的自在 真的自在 所以你看历代祖师 他们会出一个祖师 那个都是在大丛林磨练出来的 那个都是上千人 或是几百人 上千人几百人的运作下 他一定要慢慢地 陶冶出一些菩提心 要慢慢被陶冶出来 然后他的那种包容忍辱 以及一切为他人 然后牺牲奉献 那个精神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在人群里建立出来 那你有没有人群 没有一样事情让你牺牲 一定有很多不公平 你才有谈得到牺牲 所以很多人 跟我师父讲 师父这是不公平的 这不公平 还好有不公平 你才有办法修 如果你都很公平 你也修不起来 所以人多的地方 会很多状况 很多状况 才有办法养一条大鱼 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 成就出一个大修行人 水清不能养鱼 水太清不能养大鱼 但是你 如果在很多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 就是许许多多的是非当中 你才能从当中去修炼出来 才有办法从当中修出来 如果这个团体 这个团体人少 其实你能够修的是 也是可以了 就好像小隐隐隐于三 大隐隐于四 这句话应该知道 小隐 小的隐是 小修行人就隐于山上 大的修行人是隐于人群里 隐藏在人群里 当然这是要看我们个人的状况 如果承受不了 我们还是慢慢多进修也没有关系 多进修也没有关系 有一位祖师里面有一个开思路 有谈到这一点 就说 修行的人刚开始在 这其实任何人都一样 任何人都一样 不管他有修佛法 没修佛法 会让我们烦恼 会让我们烦恼的最大因素 就是希望我们周遭圆满 如果我们祈求 我们什么都圆满 比如说工作 你们有常讲有一句话 什么离家境 什么钱多事少 离家境 就什么都圆满 这是不可能的 就是如果我们 我们不要去求说什么都圆满 我们心就自然平静 自然平静 我们不可能人事物都如我意 连佛陀都没如他意 佛陀祂的四家族被灭 你们知道吧 佛陀的故事 祂的四家族 祂的整个族被灭 那佛陀是比我们还辛苦 比我们还辛苦 然后祂的生团也遇到很多 很多状况 也还好有这些状况 也凸显出 收婆世界 那个五着恶事 的状况 让我们后世能够 依得这些状况 佛都怎么处理 怎么来看待 让我们后世有所能够去修 以前有一个人 有一位祖师他有解释说 佛陀那时候治戒 治两百多条戒 我们比丘两百多条戒 通常我们治戒 都是有一群六群比丘 他违犯了什么 违犯了什么 佛陀就治这条戒 那么旧有人在想 其实这六群比丘 应该是菩萨 他故意去违犯一下 违犯一下 然后让佛陀来治戒 就演一场戒 演一场戒 然后让这戒流传到后来 流传到后来 其实我们五着恶事 就是不圆满 这是不圆满 我们一定要 反倒是让我们身心 其实我们如果能够接受 他这个不圆满的状况 我们喝起茶来会喝得很轻松 不圆满的状况 咱们 Never 还能够接受 不圆满的状况 我们 这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